最高級張新年的即時料理 是否會像楊子儀的樣令人 在哪 謝謝 來 帶著小龍哥 港式點心的那個即時品 可是這是我有一次 我去超市幫我女兒買菜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到 我就小籠包 燒賣 奶黃包 這些都是我超愛的 然後我就想說 港式一定要必吃的 那待會兒去怎麼處理它 它微波跟蒸都可以 如果是蒸的話 大概一份就是15分鐘 然後如果微波的話 就是5分鐘就可以 我要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這一家 這是義牙居的耶 你知道這家喔 上面有寫 它有名啊 義牙居 對 這家很有名 它是20年的老店喔 而且它 為什麼我會買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堅持 它不加味精跟那個防腐劑 對 而且它是那個老闆 他每天早上就去市場去買貨 然後新鮮現做 這個已經真好的 這個裡面是有 蝦餃跟燒賣 燒賣 天啊 這是跟外面賣的一樣 好高喔 好高喔 對啊 這個 這個是不是太誇張了 很厲害耶 天啊 這說是你 那個現做的 我都會相信耶 覺得去那個五星級飯店買的那個 而且它的顏色還是這麼漂亮 對啊 其實你微波的話 如果是用比較有一點深度 你就可以整個把紙 那個濕掉的紙蓋在上面 就等於包住啦 讓它在裡面蒸的時候 那個水分就不會跑掉 沒有水氣 要大概多久 大概兩分鐘 微波比較快啦 蒸的話就要一段時間 接下來 在微波的同時 我就介紹這鍋更厲害的叫 三彩白肉 哇 出七十塊了 這個怎麼會有 這個也有幾十 這個大概可以六個人吃吧 天啊 這太豐盛了 這有點誇張 好想照顧 你說比如像很多公司 比如說晚上大家熬夜工作 然後大家打出來 就在那邊吃啊 小夜 所以我就是這兩樣 然後就頂住我老公的胃 其實我根本 現在這個直接可以買來 就可以這樣子 對啊 對不對 這蠻厲害 對啊 而且這樣其實就很省事欸 因為我根本 不用東買西買 對我今天如果下班經過 直接就買一鍋 對 我回家直接就可以吃了 你擺在桌上 人家都以為你特別一個一個挑 對 奶紅包丁了 奶紅包丁了 奶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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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自己來自己來 燒賣試試看 對啊 我可以 我可以 嗯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我以為它的奶黃是有椰子 嗯 那叫什麼 有椰絲在裡面 有椰粉的 哇喔 它蒸好其實還蠻完整 欸你看他們還有一個這個 我剛剛沒有尾巴 他們請他們加熱 爪 這鳳姐 我喜歡吃的 欸你們先聞一下 你們先聞一下它的味道 聞得很像外面的餐廳的味道 對不對 你說在家裡面 可以直接吃這些東西 真的很方便 很香 很香 蒸籠裡面的味道 好快 喔 一夾就整個 就是你這樣 好軟喔 這很爛啊 它滷得很爛 它蝦子好Q喔 喔 好燙喔 好吃 你說它是奇食品 根本就不相信對不對 這個太好吃了 這個蝦腳厲害了 對啊 很厲害 吃下去整個鮮蝦的感覺 整顆在裡面 嗯 然後它的味道還蠻Q的 然後它的味道還蠻Q的 好好吃喔 這個 酸菜白油鍋 我先喝喝看湯頭 沒有 沒有 你怎麼了 沒有 我全都在那裡 我要 用什麼紅茶 唉唷 湯還不錯喝耶 你覺得 你看看 我覺得只要他們家 有在賣的 我都滿相信的 哪個大賣場 唉唷 這湯還滿好喝的耶 這個嗎 這個嗎 它不會太酸 這個湯適合當宵夜 對 什麼都嘛適合當宵夜 它們比較清爽 它們比較清爽 因為如果我們吃晚餐的話 對 我們吃晚餐要 中鹹 中酸這種感覺 可是它冰喔 晚上吃這個也比較不適合 對 很舒服 對 而且這個湯 一喝起來就不是粉泡的 對 很溫和 就是食材熬出來的 它那個比較酸的 很酸耶 你不知道我哪個 你不知道這個湯 在哪一邊它比較酸的 滿順的啊 是嗎 唉 對啊 你覺得它很好啊 它這個湯是用蔬菜 跟雞爪去燉的 對 真的是燉出來 不是我們粉泡的啊 什麼那種 熬出來的就對了 這個然後 它的料都幫你準備得很齊全 所以強調它很方便 很方便啊 令人驚訝不已的 即食料理 酸菜白肉鍋 知名老店的港式餅心 這兩樣讓人經典的料理 究竟要多少錢呢 讓人隨鹹三尺的酸菜白肉鍋 和港式餅心 到底誰會猜中價錢呢 我們要補的東西在這邊 經典的鮮蝦餃 還有魚子蝦燒賣 蛋香奶黃包 沙茶文鳳爪 跟酸菜白肉鍋 這些加起來多少錢 3 2 1 請翻 其實我們價錢都差不多 我好像是最低的 950 1千 998 好 大家想的差不多 來公布了 這個呢 一個隻蝦餃是210 所以每個價錢不一樣 每個價錢不一樣 對喔 完了 我們剛剛一起哭了 我們是打包家 他的蝦是一整隻的蝦 那燒賣是 燒賣是 145 145 可以平衡回去一點 奶黃包 大盒才135 大盒才135 鳳爪應該比較貴吧 180 8 酸菜白肉鍋是 貴一點 399 我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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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機會 1069 YES 1069 好 最後的是我們美女薰薰主廚幫我們介紹 歡迎 歡迎